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不住内华达 什么内华达 外华达的 就记住一个拉斯维加斯 拉斯维加斯一句话概括是什么地方 是接著名的 纸醉金迷的地方 刚才我见到一个拉斯维加斯 在那发展了20年的中国来的一个顶尖级的人物 这个人说 怎么呢 不能一说拉斯维加斯就说纸醉金迷 纸醉金迷是他的一面 是他的过去 是他的某一个方面 拉斯维加斯这个地方 他的博彩业给市政府贡献的财政只占到30% 而这地方真正的蜘蛛性产业是什么 是什么 不能说 有点再告诉你 反正这地方有很多酒店 酒店里面很多赌场 赌场之大 我刚开始进这个城市 你知道昨天过来 我在汽车上什么感觉吗 什么感觉 我这城市也不怎么样 光秃秃的 傻乎乎的 楼很矮 比芝加哥怎么样 差 比华盛顿怎么样 差 比纽约怎么样 差 但是当一进到酒店的时候 我的小心脏 我脆弱的小心脏 受不了了 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太大了 跟足球场一样大吗 两个足球场那么大 对 这儿的酒店 一进去 一楼大堂 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 这样大的规模 这样的体量 这样的尺度 我没有见过 没错 老师您之所以认为 它光秃秃是您没有到 拉斯维加斯的大道上 主干道上面 它这里整一条街 就是非常环滑 超级奢华的一条街 在刚刚 就现在我们来直播的一个地方 酒店 我们从地下室进来的 地下的车道 您知道有多宽呢 我数了数 最窄的地方 五个车道 宽的地方 九个车道 大家想一想 地下停车库 五个车道 九个车道 是一种什么感觉 所以这个地方 人家说纸醉机密 人家说世界上 所有的那种 最有钱的人 都到这个地方来豪赌 我觉得从建筑体力上来说 这个地方最大的特点 就在于它的超尺度 让你的视觉得到 极尽夸张的这种感受 所有的美女大机场 全穿这样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而且这里就是 他们把小纽约 小巴黎都搬过来了 还有威尼斯 就是一模一样 只是小了一点 但是它主要的一些 标志性的建筑 都在这边体现出来了 这儿的最 炫眼的地方 是瓦城的 迷人的灯光 对 那灯光有巴黎 有摩天轮 有铁塔 有海盗船 有各式各样的 灯光打造出来的 迷幻一般的城市 你说我这么介绍 会不会有人说 好 司马南到了美国 被美国腐朽的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给弄得堕落了 现在居然说起阿拉斯加是这么介绍 我说的是真话 我真的是小伙伴都惊呆了 那是太绚烂太震 好了 每个酒店都有一个主题 没错 就想用威尼斯的主题 巴黎主题 还有北拉教室意大利的风格 还有各式各样的 还有音乐喷泉 都是非常震撼的 意大利的主题 我看到有两个 一 意大利的那种 凯撒宫殿 进去以后 巨大的穷炉之下 你想一想吧 两个足球场 上面是个巨大的穷炉 穷炉上边都是蓝天白云 所以晚上你在这里面有一种感觉 你是真的在蓝天白云之下 在一个巨大的宫殿里边 做购物 消钱 所以这个酒店的灰红的气势 有如把罗马的城市 从罗马直接搬到了拉斯维加斯 对 在那个威尼斯酒店里面 他们把威尼斯河搬到了拉斯维加斯 虽然说拉斯维加斯是一个沙漠的地方 但是他建了一条河 河上还有一个小舟在荡漾 然后船夫会唱歌给你听 这是完全的拉斯维加斯的风格 去过意大利 佛罗伦萨的人都会有印象 威尼斯的人 不是威尼斯商人 威尼斯一片水 水位非常之高 那个地方很多人就划着小船 意大利帅哥 很帅的 唱着意大利的小调 有的时候还兼有歌剧涌炭调 划那个船的叫贡多拉 现在人家在拉斯维加斯 一个酒店的底下 打造一条河 然后贡多拉 划过来 那意大利的小哥很转 很帅 小船上之后唱着歌 我一看那真是 你不能不佩服人家这种胆量气魄 没错 还有创意 还有他们能够把这个创意蓝图 变成现实的这个执行力 从现在的技术能力来说 中国弄个酒店 地下弄交合 然后华调小船也没什么 但是想想多少年来 在拉斯维加斯各家酒店的老板 他们都穷尽想象 把各种主题 把你想象不到的东西搬过来 比方说 金字塔能搬过来 那边还有一个埃及金字塔 就好像 就像一座是法老的坟墓 然后我进去过里面 它正前方是一个师生人面向 然后进去之后 每一座酒店都感觉 就是你住在墓穴里面 你一说法老 我现在这个防风罩 就掉了 为什么掉了 OK 好 观众朋友 刚才您看到这些画面 刚才我们在拉斯维加斯的这家酒店 四楼的阳台上直播的时候 开始说着说着 还都是正常说话 到后来泳池里边 大家都下水了 我穿着一个这么长的泳裤 稀了糊涂就下了水了 然后在水里边采访各位美女 告诉你 这么多年做主持人 我还是第一次 跟这么多穿的这么少的美女在一起 而且是在水里 这个感觉莫尺难忘 我听说网上有一些人看我不顺眼 有人说看你我就想揍我 你揍我 你揍了我 我也是醉我花丛的感觉 做电视的一个最大的挑战 莫过于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突然间有一个新的情况发生 并且是在直播的状态之下 所以刚才我拿了话筒 在水里边采访各位加力 然后完成直播任务的时候 应该说 对一个主持人来说 是一个比较强烈的刺激条件下的考验 我不会游泳 刚才下去的时候那水真的很凉 而且我一头扎去头部都湿了 你看我现在哪有头型了 在水里边我第一个反应是 有一个外国小美女 她头发这边是蹭光的 是非对称的 于是我就跟她聊天 说你看 我一看见你我就特别激动 看见你就觉得似曾相识 我一见到你就想说三个字 很多人说 这家伙太过分了 既然是小美女就想说那三个字 我说来说的哪三个字 我说的是一样的 所以很多人觉得这太搞笑了 最后在水里边 那几个来自中国的小美女 一个是舞蹈演员 在水里做各种各样的舞蹈动作 在水里边 潜水当中 她的上肢没有在水里边 所以能够看得见 其水特别清 那下肢也能够看得见 所以当时我就说 如果今天这个表演 受到观众欢迎的话 那么有可能诞生一个新的艺术形式 那便是在通透性很强的潜水当中 由舞蹈演员来展现他们的美 叫半潜水状态的水中舞蹈 这个有别于水中芭蕾 有别于水中的其他的表演 除此之外呢 这个其他的小美女在水里边 还做了一些 比方说杂技演员的柔术表演 当人在一半在水中的时候 他的状态和在平地是不一样的 大家知道 在漫长的人类进化过程当中 生命是从水中诞生的 人类也是最初有水中而后 过渡到陆地上 因此人在水中那种感觉 有如在母体当中 我们每个人 十月怀胎的时候 在母亲的体内都是泡在羊水里 因此有水中分娩法 又有把婴儿生下来之后不久 放到水里让他适应自然环境的 这样一种育儿的方法 教小孩学游泳 那是当前很多教育孩子 训练孩子 协调能力的一种 最新的训练方法 那现在我们成年人 进到水中的时候 大家都会莫名的兴奋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从水中而来 我们是从水中诞生的生命 所以今天在水中 我也有一种返老还童的感觉 尤其是和一群小美女在一起 还有直播状态的刺激 所以如果说司马白话 要从几百期节目当中 找一期最强烈 最刺激的 最爽的 最感觉 最牛的 那当然 那当然一定是我们这次 在拉斯维加斯的酒店的游泳场里边 和中外加利在一起游泳 当然了 我也游不出什么样来 我那样就狗袍 所以我也没袍给大家看 可是当背景墙是一群美女的时候 当我去采访她们的时候 当我们在直播状态下 尽可能的通过这样的一组镜头 把拉斯维加斯的绚烂 把拉斯维加斯的罪恶 把拉斯维加斯今天发展的所有的一切 告诉电视机前观众的时候 我是觉得有一个使命 这个使命 就是一个翻译者 一个传递者 翻译者是把这边的东西 然后翻译成大家懂的画面语言 传递者是把这边的一些 我们所不知道的信息 变成大家知道的信息 比方说 这地方有赌博大家都知道 但是您知道赌博是在各个酒店里吗 您知道赌博不是一个集中的大赌场吗 您知道每个酒店的一楼的大堂里边 都有上百台上千台 两个足球场那么大的赌博的平台吗 您知道每个酒店有一个主题吗 您知道威尼斯的水能搬到这边来 在水里行船吗 您知道金字塔搬过来 然后金字塔里边那种的 法老黄灿灿的那种法老像 在这地方变成酒店大堂的景观吗 您知道意大利的那些大理石的雕塑 在这个地方变作广场上的内容 而广场是由三两个首都机场 三号航站楼那么大的建筑 都是蓝天白云吗 我简单的这个排比机的系数 想必您就能够理解 拉斯维加斯的这种巨大的绚烂的感觉 那是建立在砸很多钱 来很多人 豪赌 豪赌之后呢 政府收30%的税 然后又把税呢 用到这个城市建设的 这个基础之上 有趣的是 这个城市啊 它是建在沙漠之上 过去没有人认为这个地方能繁荣 但是后来呢 这个地方繁荣了 繁荣到什么程度 繁荣到今天全世界最繁荣的程度 佳佳小妹你终于来了 嘿 你刚才在水里边的体会怎么样啊 冷的我 我们现在觉得暖和很多 刚才就是冷 然后我还被他们拽下水 因为我完全不会游泳 然后我呛了很多水 终于我感觉我快死了 然后我又扶上来了 我知道这个斯巴老师的胳膊 大概是你那也不知道谁的 然后有人把我给拽上来了 但是这段经历 我觉得非常难忘 输为难忘极为难忘 因为我们不但是 有做节目的这种挑战 而且呢 我们在这里边呢 整个肌肤全部都感受到 那个水的刺激 还有呢 我心里还有看到美女的 怦然心动 我发现你在水里好漂亮 谢谢老师 害羞了脸 我发现你和这里面的那些演员 那些职业模特在一起 毫不逊色 谢谢老师 你有没有发现在水里边 那个舞蹈王子的形象 还是不错的 像蛤蟆一样 没推着 我以为你说的是 那个说错了 舞蹈那个小姑娘 舞蹈王子 她还捂着自己的那个胸肌 就怕自己那个露点 这个我觉得超好笑的 总而言之 今天的直播是太快乐 总结一下直播 你认为自己最好的展现 是哪些侧面 我觉得一方面是展现这种时尚 然后青春 还有可能女性的美 自己说女性的美 当然自己是可以说的了 我们更可以说的 虽然是展现的是男性的美 对不对 我就是一个老头瞎乐会儿 后面那么多美女 我刚才跟这个小李说 我说水里面你看 在水里直播 这是第一次 是吧 对 第二 水里面那么多加力 在后边给我做背景 这也是第一次 对 水里面还 还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 要应对突然出现的境况 比方说一个人 像一个石头一样 突然间被一脚踹下来 然后我把它拉起来 这种趣味 难怪我们最近在乐视网的直播 越来越受欢迎 主要是直播当中 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 让大家乐不可知 你知道 就喜欢看这个意想不到情况 然后看这些主演们 怎么去应对这些情况 直播的特点就在于 即时通讯呢 网友 网友强烈要求 把那小子推下来 推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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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都要求 那怎么办呢 那就把它给一脚踹下去呗 善之男平时特别喜欢的升华 喜欢的这个调书袋 喜欢说一些新词 但是今天在水里边 他那个嘴 孽如 你知道孽如两个字怎么写 孽如 孽如就是口字加一个性孽的孽 口字加一个需要的孽如 就是嘴唇抖动 抖半天就收不出来话 一是紧张二是冷 三是三是受了刺激 四呢周围一群美女 还有他那个表失了 他的那个表坏了 可能这也是刺激他的一个地方 在拉斯维加斯的这个采访过程当中啊 我们强烈的感受到这个城市 它的外表和它的内里巨大的反差 从外表来看 这是一个灰色的 绝少绿色的 缺少层次感 也没有的那种立体化的 现代化的城市 感觉好像拉斯维加斯 其实你看在他高速公路上面的时候 我一眼望出去就是一块平原的感觉 也没有高大的建筑 就是一些矮小的房子 其实他我感觉拉斯维加斯也就是只有 这个主干倒是他这边最繁华的地方 能够看到的比较耀眼的 算是拉斯维加特斯特色的 就是有几栋楼啊 是金色的 玻璃和墙都上面涂了一些金色 那不是土豪色吗 是吧 就有人手机一定要弄成金色的 上面镀金 然后说我有钱 这个比你们多一万块钱 一万块钱就土豪了 不 有人就喜欢土豪色 所以我们确实在拉斯维加斯看到了这种土豪色 但其他的建筑依然是灰蒙蒙的 因为这个地带呢 本来就是干旱的 少雨的 沙漠的地区 可是到酒店内部 那就不压了 那是完全一种 就感觉是 完全一种 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 而且他每一个酒店都有自己的特色 比如说你去小巴黎 就感觉自己置身于巴黎之中 如果你去了 贝拉酒 你就会感觉自己好像在意大利里面 还有凯撒宫 感觉回到了古代的原 我感觉是罗马 可能是意大利吧 我也走了世界上不少地方了 但是特奇怪 我来了这么多次美国 这是第一次来 拉斯维加斯 第一次来 而且就直播 而且又去了很多主题酒店 事实上每家酒店都有主题景观 没错 我看到的这种 在世界地方曾经看到过 比方说我在意大利看见过 那些巨大的大理石的雕像 在街头没什么 因为它就是那样 参院断壁 大理石雕像 美丽的米开朗罗吉 那个时代的作品 可是当你在 拉斯维加斯的酒店大堂里 已经看到这些建筑的时候 那就不一样了 有一种 一天夺地的感觉 将天下之最美景观 移缩到这里 而且搭建了一个巨大的穷如鼎 上面那是蓝天白云 这个时候你不能不感叹 这个城市的建设者 酒店的建设者 创意和他们的鬼斧神功 而且它有些那像 那个雕塑 它就是都会动 然后它是说 每隔一段时间会场秀 给你展现给你看 就感觉好像古希腊那种 或者古罗马神话里面的 那些人物 在这边拉斯维加斯复活了 为了吸引您到酒店来赌博 我刚才跟小李讲 你不要想象着 拉斯维加斯 有个大赌场巨大 人们进去就赌 那就没意思了 现在是酒店的一楼 都是赌场 当然别的楼层也可能有 大户是不屑于 在老虎机上赌的 大户呢 都去玩的叫什么 叫 21嘛 21嘛 所以呢 在这个城市里边 我们所看到的 各个酒店里边的景观 各有不同 但同一的主题 那就是服从于博彩业 服从于赌博 服从于呢 叫你不住分文 便得天下 或不住住了分文 也输个金光 而且我听说 那个酒店里面的中央空调 它会添加一种物质 就使得你想要去兴奋 使得你想要去赌博的物质 这是传说吧 传说吧 没有证实 也可能是真的 也可能是真的 今天呢 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收获 是两位王总 他们都是来自中国大陆 其中一位呢 跟我认识另外一位呢 也打过交道 两位王总一见了我呢 特别热情 你本来是在一个团队里边 我就是一个 我就是一个主持人嘛 但是两位 王总跟我非常客气 因为早年间 我们曾经呢 做过事 现在这二位 经过二十几年的打拼 他们是美国主流社会 当中的成员 在这里操控着巨大的财富 有酒店 那不算什么 在拉斯维加斯 你说几百家酒店 你有其中一家两家三家 这不算什么 重要的是有赌台 什么叫有赌台 就是说 你有在这个地方合法经营 赌博业的资质或者执照 这资格 因为我听说是印第安人 美国政府给他们优先权 能够开赌场 但是我不知道 中国人在这边开赌场 可能会有更大的艰难的一个挫折 当然是非常艰难 他们刚到这打拼的时候呢 是非常艰难的 后来经过努力 他们呢已经获得了在这个地方呢 只赌业 开赌场 有赌桌 拿赌牌的这种权利 所以呢 中国人在这个地方呢 不但是赌客 而且呢 是在这儿有赌台 这话说起来 电视机前观众 如果你此刻呢 正在国内看到这是不是有点气氛呢 我再说点 您更气的 到拉斯维加斯来的 中国游客 只占百分三成 那也不得了 全世界 一百九十多个国家 到这儿来 中国人就占了三层 就算你是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 那你三成也不得了啊 对 明显高于普遍的人口比例 但是 到这赌博的却占到了 这儿的百分之七十 也就是中国 拉斯维加斯的赌客当中 百分之七十 是中国人 你说气不气人了 真是 我们国人怎么能这样好赌呢 我觉得赌博是不对的 更觉得是顶级赌客就一致千金的赌客 占到了顶级赌客当中的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八十 Oh my god 真的是 国人大概土豪太多了 就是那些 然后兜里有钱 但是其实文化程度并不高 他们只想要一夜发财 或者说 再说点让您更生气的 在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 若干公务员在这赌博 太气愤了 应该这些公务员是谁啊 抓起来 你说你是个没老板 你说你到时候来赌博 你自己挣的钱 你赌也赌了 对不对 但是你公务员在这赌博 是拿着人民的钱赌啊 对啊 所以这件事情是特别招恨 但是呢 那行啊 业界人士告诉我 现在为止 没有中国官员敢来了 凡是副处级以上的 你看到处都是探头 如果你敢在这进赌场 那好了 回去之后 三天之内就有人找你 小官立刻就没了 所以中国反腐败 压力之大 在这边经营博彩业的 中国人最了解 他们说 中国官员真的不敢来了 包括那些呢 国企的老板也不敢来了 因为他们虽然企业家 但是呢 是官本位条件下呢 按照官员来进行管理的 所以他们也不敢来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中国企业家来的也少了 所以呢 中国反腐败对 包括拉斯菲加斯赌业在内的 世界各个赌博市场 什么云顶啊 什么澳门啊 什么韩国呀 都造成了非常大的打击 但是对不起 腐败这个毒流 绝不允许他继续下去 而且呢 中国现在呢 实行的是零容忍的原则 因此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通过 通过拉斯菲加斯的 这个赌场的一角 来看中国反腐败 所取得的成就 我们是从一滴水看世界 也就是说 从这一小小的方面 其实也看到我们国内 这个反腐的成功 还有对斯大大的崇拜 我可以通过来 对斯大炸弥